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金星债息跌 退守27000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176点 最多的时候跌过240点 收报27118点 成交就不算活跃了 只剩849亿 今天的市场有些没什么方向 其实因为外围都可以说是粒粒乱 那些信号就不太清晰 美股昨晚就表现得不错 道指 大家看看道指这幅图 升100点 上回到26100 樓上收市 道指靠稳 但是整体来看环球避险情绪 反而又升了温 为什么这么看呢 你看看很重要的债息 美国债息跌了下来 跌到现在2.0666 跌离前几天的低位 6月7日的低位 2.05厘的水平 就相差不远 那就是说那些资金 继续留在债 那里 这个反映出避险情绪 继续在那里 没有消失的 等一下再讲为什么 而另外一个 是反映避险情绪高涨了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黄金了 就是刚才讲的题目 金升 债息跌 黄金呢 今天呢 冲了上去 突破了前浪顶 升破了1350 这个要注意了 所以今天那些金股都升了 冲了上去 升了1% 1%就很少了 但是这几天是这样升 那当然了 可以是一个原因 就是预期 美国减息 所以黄金升 那如果是这个 这样的预期呢 可以理解的 那就不是很害怕 不过 你要注意 黄金和债息 黄金升 债息跌 或者债价升 因为债息和债价 成反比关系 债价升 黄金升 同时出现的话 就是意味着 避险情绪在上升 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有几样东西 其实都是乱局来的 除了我们知道 中美谋谈 即将G20那里举行 那剩下多少天呢 两个星期左右呢 今天14日 大概28日左右 会举行两个星期左右 那现在中美呢 其实那个 互动关系呢 都 还是很微妙的 内地呢 仍然都没有说到 究竟 习近平会不会见特朗普呢 那 特朗普就说了 如果 习主席 不出席 G20会议 不跟他见面的话 那就一定会加中国关税 而且要加得很多 昨晚白宫经济顾问 傅德洛又说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仍然在等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呢 是对两人会面的回复 就是中方仍未回复美方的 会不会见面的 那他就 这个傅德洛也都再次表示 如果中方拒绝会面的话呢 就会面临这个 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说 意味着呢 都是会加中国关税 那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伊朗问题 那大家知道呢 有两艘邮轮呢 又着火了 那美国正在制裁伊朗 美国的赖 就是怪责啦 或者指控啦 就是伊朗所为的 那搞到呢 那个局势呢 又有点紧张 有点混乱 英国呢 也都 好像又跟着美国那样 好像又怪着伊朗 指控着伊朗 那 会不会形成 美国先出口 英国又出口 帮拖 之后大家又合在一起 又打一次呢 就是好像以前 小布什时代 晋军伊拉克的情况呢 那就值得关注 虽然现在 局势就未去到那些那么紧张 不过大家要小心 所以那些金星 债价升 债息跌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 跟英国本身的局势都有关系 现在其实英国呢 都是群聋无首的 梅伊呢 就准备交牌的 但是呢 保守党呢 都未选到一个 新的党魁出来 那现在 Johnson的票数是最高的 但是这个呢 都是坏孩子来的 都是反叛的 如果他做了英国手上 会不会英国又出了一个 英国的特朗普呢 这个呢 欧盟都很担心 那 这个Johnson的 说法 他怎样跟这个欧盟 谈得好一点的协议呢 就是 就是不给钱 啊 走数 那 就 就是好像特朗普 加利关税 所以 就是跟着有一个好的协议 那这些是否好的手法呢 国际 是否接受 那么多这些 这样的人出来做 这些大国的头呢 那样 这个真是很值得的 就是世界 其实现在是 变化得很快 好了 那么多东西之下呢 影响所及 所以呢 金星 金价又冲了上去 破了顶 债息呢 又跌了下来 那就要注意这个风险 好 那讲到英国 要看看英镑 英镑其实近期的走势都不是好 现在都是有一些 远远的 迹象 如果真是Johnson做 我不知道向哪里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过唯一一样好一点 就是说 刚才怕伊朗那些局势紧张 就是 油价呢 就是没有什么升到的 布兰特有呢 都不算升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没去到 或者是怕开仗 打仗的地步 不过都此小相抵的 如果真的升穿下来四呢 就会急上去 上多个格 下来八岛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好了 那讲回我们中国 内地来看呢 第一 现在最关心的市场 都是人民币的情况 那 周小村今天呢 就是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村 出席这个六家嘴论坛那里呢 就表示啊 他说贸易战呢 就会触发多个国家的货币竞争 那麽很多国家都会贬值的 暗示呢 人民币是否有需要贬值呢 那麽 既然周小村都是前人民银行行长 说话都有份量的 那麽他呢 其实呢 最早期呢 早几天呢 已经说到呢 是否可以探讨人民币 就是浮动啊 贬值啊 那些可能性 那麽 当然不是那麽明确地说 但是暗示出来的讯息很明确 所以他这次都再这样说之后 你看到人民币呢 是跌穿6.92的 现在正在做6.9226 那麽人民币那天呢 因为易刚所说完之后 没有一个特定的数呢 之后呢 就跌穿过6.92的 不过呢 星期一回到来呢 他又升上来 所以星期二又升上去 但是这几天又偏远回 现在在6.92那里浮沉 注意了 慢慢浮沉浮沉 会不会就捱向6.98甚至7呢 那麽 如果是的话 人民币远的话 对港股 或者对中资股 都会有影响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说这个讯号 很混乱 外围又是这样 你美股又强 但是呢 有些讯号 又不是那麽强 有些又转弱 好像人民币有些偏远的话呢 上证指数今天都跌回1%左右 接近1% 去回2881收市 那当然啦 仍然都守着2800这个位的 这个上升列口呢 仍然都守得很好的 暂时又不是说它差 不过呢 就远一点 好了 总看来看 这麽多东西现在发生 那港股又怎样呢 那昨天出现了一个锤头 反弹之后呢 像一个小箱底 疑似小箱底 疑似而已 疑似而已 那未升穿 这个颈线 未升穿都一天没算的 疑似而已 那今天呢 回回来 不过今天回 又不多的 因为没有跌穿过27,051 最低的时候 做27,051点而已 那就是说 退守27,000 那 退守27,000呢 就要看 如果不再跌穿27,000的话 在这儿 偶下偶下 那就有机会上一些 起码都上回去 试这个 27,858 因为美国在炒减息 其实美股就没什么 在高位那里 26,100 道指 那如果是这样计 其实港股 因为截身问题 大家也知道 最近什么事 是不是 政治市的话 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 那我们可能 都落后几百点的 那有机会 再多一次上去 都不顶 但是 如果守不了27,000的话 就是说现在 就会什么 担心人民币跌 担心那些 避险情绪高涨 那万一一穿 那这就 当然是 慘了 那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 你有 短期 还有货 或者这陣子 啊 薄一点点 那记得 设置一个 止蝕位 最好呢 就是以 昨天星期四的低位 大概 26,800点 昨天低位 26,825 你设置在26,800点 都可以 那 不是 我再设定低一点 不行 但是千万不要低 6月4日低位 这个低位呢 26,710 26,671 26,671 那你设置26,650 那万一跌穿的话 一定要走 好吗 那就设置一个 止蝕 或者止赚位 然后再拼它 是不是可以上得到去 再试回这个颈线 大概27,800区 升得穿的话 那你才可以再加多一点 就是拼短期反弹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要太勇了 因为现在的环球局势 都还是混乱的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尚未回复美国 究竟习主席 会不会和特朗普见面呢 这个充满变数 那大家都是要等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